那今天新聞一開始 現在大家來關心天氣 哇今天真的是好冷啊 冷到差點都起不來了 真的我覺得這種天氣起床最痛苦了 真的超級痛苦的 那今年陸東的第一波的寒流 將會在週六報導 不僅北部低溫會來到了8度左右 那甚至海拔1500到2000公尺的高山 像是拉拉山或是太平山 都有降雪的機會 那我們來聽聽中央氣象局 預報員吳婉華的說明 風雲南下以後 星期六帶來今年入冬第一波寒流 我們從各地方的溫度趨勢可以看到 星期五晚上開始到星期六 各地的溫度明顯下降 明顯轉冷 這波寒流從星期六開始影響 預估影響到下禮拜一的清晨 星期六夜裡星期天清晨 星期天夜裡到下禮拜一清晨 各地的溫度低 我們目前預估這波的最低氣溫 在馬祖是7度 中部以北 東北部和金門是8到9度 花蓮和南部地區11度 台東澎湖12到13度 提醒在沿海空曠地區 和山區近平地的這些地方 溫度還可能再冷了2到3度左右 這是溫度的狀況 提醒大家多多留意 目前在寒流南下當水氣還沒有減少過程中 我們預估在星期五 尤其是下半天以後 一直到星期六白天這段時間 在北部大約1500到2000公尺的高山 中部大約2000公尺左右的高山 如果水氣和低溫條件配合是有可能下雪的 但是還是提醒大家必須這個兩條件要配合 因為有時候乾空氣衝得比較快的時候 下雪的條件就變得不離牆了 首播的寒流就要在週末報導了 不過現在就有氣象專家 預估北部沿海還有空曠地區 還可能出現4度的低溫 賈欣欣指出 預估最低溫出現在週六深夜至週日清晨 以及週日深夜至下週一清晨 台北氣象站有接近6度左右的機率 北部沿海及空曠地區會出現4至6度的低溫 週六到下週一清晨 北部及東北部一整天溫度都在12度上下 而降雪方面 週六下午至週日週五前 陶竹苗以及宜蘭2500公尺以上 高山機率大 之後乾空氣下來 降雪條件轉差 持續關注本波寒流趨勢 預報仍有其不確定性 北部的朋友們真的是要特別注意了 週日的清晨會下灘到6度左右 建議大家週六晚上睡覺時 先把襪子給穿起來 那有專家也說 其實像這種強化版的寒流 真的是相當的罕見 那在這個寒流來臨前夕 今天也迎來了入洞初選 天氣風險公司總經理彭啓明指出 這波寒流和北極震盪有關係 簡單來說 就是高緯度環流守不住冷空氣 整個崩潰往北半球擴散 週五下半天冷空氣逐步接近 那目前各種預測 中部以北都有機會跌到10度以下 感受上會相當的顯著 預期是偏乾冷 和這幾天北部濕冷不同 另外高山有機會迎入洞出雪 天氣分析師吳聖宇表示 今天周山中北部高山地區 就有可能降雪 那週五晚到週六白天 降雪的機率會更好 那範圍也會更大 寒流即將報導 不過就有醫師回想起 6年前霸王級寒流來襲 兒童急診室塞暴的慘況 他也建議還沒打流感疫苗的人 可以儘快接種 中山醫大附設醫院兒童 急診科主任謝宗學 在臉書說 2016年初霸王級寒流襲擊台灣 之後AB型流感大爆發 不管成人或兒科染病人數暴增 緊接著農曆年假來期 當時兒童急診 庸塞的慘況真的十分恐怖 過去六年時 作夢回想當年的場景 驚醒後都是一身冷汗 真心祈求不要再次體驗 他指出兩年沒流感疫情 口罩令鬆綁 寒流將襲擊台灣 緊接而來的聖誕節 跨年連假 春節假期 提供流感病毒 快速滋生的條件 他建議還沒打流感疫苗的人 可以儘快接種 有公費接種疫苗資格的人 絕對不要放棄機會 流感疫苗基本上也是 修飾病程防止重症 無法完全預防感染 所以這個冬天口罩還是盡量佩戴 減少流感傳播